大家好,今天下午我丈母娘就是气得头痛 因为今天下午我二舅哥接到了一个电话 就是律师的电话 他老婆和他离婚,商量离婚的事情 然后我丈母娘就气得头痛之后 她就用这个杀筋记到头上面 他这一记这是个白杀筋 搞得在咱们中国来说 搞得好像和家里面发生白事一样 但是巴基斯坦人他们不去计较这个 因为他们心目中就是有什么事情 有白事啊或者什么事情啊 从来不往头上记这些东西 他们也不讲究这个 我丈母娘就坐在那里 在那边就是哭今天下午 现在好了不哭了 现在我二舅哥又去跑摩托车了 小壁虎 因为这几天他就必须要去到律师那里去 去了之后就得签这个离婚协议 这一次我二舅嫂子离婚完全是受到他的这个亲生父母 上一次离婚都是他的亲生父母 还有他的两个妹妹在中间捣鬼 这一次也是他们在中间捣鬼 前一段时间 原本小壁虎的妈妈都不理他的亲生父母 也不理他的妹妹 但是这一段时间经不起就是各种诱惑吧 应该说是 他们又有联系联系到一起了 然后就是发生这件事之后 我老婆的堂哥也就是我二舅嫂子的养父 养母也非常生气 现在他给我二舅嫂子打电话 他也不接了 他的养父养母给他打电话 他都不接 看我女儿小壁虎 他们两个抢这个指甲油 看我女儿又递给他 我女儿抢不过他 还想递给他 上一次是我老婆的堂哥堂嫂 堂嫂子 然后就是劝说 我二舅哥没有 他们两个没有离婚 这一次劝说也没用了 直接不接电话了 他现在在他亲生父母那里 连续好几天了 我二舅哥 还有这两个孩子都在我们家里面 就是唯独不见这两个孩子的母亲 就是这几天 很多天 他们都没有见到他们的母亲了 他的母亲在他们姥姥家里面 他的亲生父母就是说白了一句话 就是想让他嫁给中国人 从中间获取一点利益 因为嫁给中国人之后 他的父母可以和中国人要一点钱 或者想要什么东西让中国人帮他买 就是他的两个亲妹妹 都嫁给中国人了 老公回国了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去中国 他们两个女孩子老公都回国了 每个月给他打一笔生活费 全部被他父母掌管起来了 他的父母尝到甜头之后 就和我二九嫂子说 让他和我二九哥离婚 然后就是嫁给中国人 嫁到中国人之后 他想着还可以从中间获得很大的利益 哎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给爸爸 把这个给爸爸 现在我老婆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的不高兴 虽然之前对我老婆不好吧 怎么着吧 那毕竟是他的哥哥 还有侄子侄女 我老婆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老婆今天下午还和我说呢 她说这件事情发生 她也不愿意看到 其实说实话 无论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都挡不住我丈母娘看电视的脚步 我丈母娘脸很不高兴 毕虎在这里走来走去 他让毕虎走开 如果是他的孙子从这边走来走去 他不会说什么 因为他是个男孩子 毕虎是个女孩子 所以在他心目中 男孩子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我丈母娘还和我说 让我和我老婆在这边生二胎 生一个男孩 下一胎不能再要女孩了 必须要一个男孩 看我丈母娘 往这里一躺 不高兴 不高兴还不耽搁她 看电视 毕虎 往这椅子上面一坐 让我女儿上去呢 他说要把我女儿拉上来 今天下午 小毕虎还哭着说 找他的母亲 哭得很厉害 他的母亲也已经很多天了 没有看他了 没有来这边看他了 这家伙不想 这家伙只要和他奶奶在一起 谁他都不想 因为别人有可能 他犯什么错了会揍他 但是他的奶奶绝对不会揍他 他犯什么错 他的奶奶都会包容他 所以他睁开眼睛 第一件事先找的就是他的奶奶 毕虎在这里哄着我女儿玩 其实说实话 现在我二舅哥 他每天出去开摩托车 拉人 也能维持他们的生活了 现在 因为现在毕竟他每天 有能力去赚钱 看我女儿笑的 小毕虎把我女儿逗笑了 看我女儿 看我女儿 现在不笑了 我老婆说 说他老实一点 这小伙子嗓子说不出话来了 还想让我丈母娘去给他买那些吃的 那个吃的东西非常的辣 然后我老婆开始说他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 还想吃饭 还想吃那些东西 看他的嗓子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又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词曲 李宗盛